美国人都是怎么评价流浪地球2的 在美国的影评网站烂番茄上 流浪地球2是83分 爆米花指数是95 而同样是百分之 纽约时报只给出了30分 哇哦 这差距这么大的吗 那三斤肯定还是好的话题都要讲嘛 大过年的咱先说点好的哈 我觉得烂番茄的打分还是客观的 对比之前的流浪地球1 烂番茄主数为70 爆米花指数为48 就发现2真的是进步不少 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三斤也翻阅了影评 发现绝大多数美国网友们 还是都给出了客观的评价 有夸上天的 也有客观指出影片不足的 当然也有特别搞笑的 比如这个美国大哥就说 流浪地球2太荒谬了 还建造什么一万个引擎 把地球推出太阳系 太能胡扯了 然后马上就有个中国网友挥累到 这比一个紫鼠成精 然后打个响指 就能毁灭宇宙还要胡扯吗 真的是海外友军们 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 之前中国拍完电影之后 老外就说 你这电影不行 太死板太无聊 你得创新 你得发挥想象力 等中国拍完科幻片之后 又说你得现实点 小破球太难了 那接下来重头戏到了 为啥纽约时报只给30分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翻译后的原文 他说这部电影 失去了前作的所有欢乐 取而代之就是三个小时 错终复杂的故事情节 不成熟的主题和混乱的潜台词 那三斤还是客观分析 我认为他说的故事情节 错综复杂倒也没错 就像我上一阵关后感说的 这个电影不适合所有人 还是有点门槛的 另外他说这部电影 被明显的民族主义给扳倒了 我就觉得比较可笑了 这部电影里可能是有民族主义 但是美国电影里也有种族主义 也有个人英雄主义 也有什么爱国情怀 我就觉得这不存在什么半步半倒 至少不应该成为扣分箱 通篇文章看下来 我也觉得不应该只给30分 只给特效分都不止30了吧 结果一看到作者的名字叫Brandon鱼 我恍然大悟 原来又是一次自己人的重拳出击 为什么说又呢 很简单 如果你在国外社交媒体上 搜流浪地球2的英文 搜到的结果 基本上都是推荐和好评 但是如果你搜中文 那结果就是一言难尽了